事前將第四全會社長的得獎獎盃 或者是獎牌要包裝配好名稱 這邊有寫 我們到時候工作自己分配好 拋貨的一個人 現在我們這一個人也已經安排好了 原來就是我們多媒體的就可以了 陰控的部分我直接交給我們的陰控就好 也不需要你們協助 再來就是台後 這個是最主要獎牌的部分 這一個很重要 現在站在第一個 站在示意台跟後台旁邊 跟台下組長確認名單的 不到者寫這個片條也示意了 這個是也是我的攝影叫Joy 因為我們也配合很久 所以我們會有默契比較方便 然後他要留意送獎組的順暢度 保持比受獎的人早一步站到 這個部分就是你們要送獎的人 待會要留意的 我會統一再做一次的訓練 就是說你們要送獎的人要上台之前 一定要彼火念名字 早一步站上去 等一下再來失敗就會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保持下一位送獎者已經stand by 再來傳達四義陰控與拋控的意見 如果獎牌來不及即時通知四義做串場 然後二拳以及四拳109-127 要詳細和對上台領獎者名單要相符 這個是他們後台的人的工作 那後台我們目前有幾個都是很有經驗的 應該原則上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一定要熟悉的人 也就是這個部分上台去的人 目前就是ART、WinWin會來幫忙 跟我們的金兒會來幫忙 他們對於這個所有的PP 或者都比較熟悉 所以要做這個部分會很清楚 也一定要由他們來確認 會比較詳盡一點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原則上沒有問題 整理獎牌就是他們三位 那這個部分就會由他們來分配 我想到時候就是金兒名這邊 跟WinWin兩人協調 是不是你們有一個人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到時候送獎的人呢 你是要過來開會的嗎 對